德国动物疫苗大厂罗曼要进驻 平科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计划升变了吗 好意思因为罗曼公司在2月份 被美国药厂里来公司给并购 罗曼上个月动工计划 人才招聘计划全部都突然的暂停 罗曼公司原本计划要斥资40亿元 为台湾创造25亿元的外销年产值 不过现在呢计划升变了 外界甚至猜测罗曼已经撤资 能完会主委陈宝基说 契约并购会有一点盘点期 那么罗曼计转前景已经缴完了 每个月的租金没有暂停 应该不至于到撤资